生活中间,它就是植物中间的一段时间 生命,就像个圆圈圈 越靠近终点,反而越接近起点 回来唯一的理由,是想再见到您 它很冷,而且都不笑,眼神又充满着杀气 就是排练,这种谈恋爱的戏的时候都,你自己说 導演就說你好像把秋樹芬殺死 有些台詞真的是蠻不好講 土味情話 擦藥那個應該是裡面我講過最 劇組的人都會在笑 你擦藥的樣子好美 我以後如果受傷我都要找你幫我擦藥 然後劇組的人就會說 哇你洗衣服的樣子好美喔 我以後都要找你幫我洗衣服 我知道老師之前的作品也大概都是走這個純愛路線 這個是有點像是他的半自傳 他心中的秋樹芬現在就是已經有家事了 所以也不不宜打擾人家 所以老師他也是一個很浪漫很多粉紅泡泡的人 我是蠻替他著急的 但是就是要這樣 不然我們電影30分鐘結束 不用演到20年 我並沒有就是覺得他的動作很滿 他的整個經歷比較複雜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很心疼速分的 我本人就是運動員 或者就是直來直往 我覺得我也算是比較直接的 就是不一定會直接告白 可是可能至少會為自己創造一些機會 學生時期青春裡總有某些遺憾 然後所以長大以後就會希望遺憾減少 不要錯過不要後悔 所以就會選擇比較主動的方式 那是透用我的台詞喔 欸什麼 我訪問的時候講過了 喔是喔 錦上什麼念書 喔 青春總是充滿遺憾 欸對對對 我應該是當面的 我也是當面的 對 我不能接受的是電話的 他覺得 很沒溫度 對 那也不行 不行 絕對不行 那如果錄語音呢? 不行 如果是橋段 什麼意思橋段 就是他的 不管是訊息或是電話告白 只是他的告白的一個橋段 所以他最終還是會有一個本人的 對 那可以 我沒有收過情書 我是在一起之後才有寫 我覺得寫信好像特別的私密 特別親密 告白之前的話應該是 最多就是送卡片 我發現這個國中的時候有寫過 然後也有收過 他炫耀 怎麼樣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比較幼稚的人 所以我自己還蠻喜歡 演高中生的 我都還沒畢業 我第一次演高中生 我覺得演高中生 一開始我蠻擔心的 就是會怕找不到那個 稚氣的感覺 其實是到現場的時候 大家在一起 然後穿上那個制服 坐在那個教室裡面 因為大家就會瞬間 好像就減了十歲 對 我好像 沒有 就是這種思念的感覺 這樣子的一個人 可能就是一兩年了吧 我大部分 跟我的前任都是好朋友 所以就不會有這種思念的感覺 有吧 沒有 就放心裡就好了 也不用特別去做些什麼 或者說些什麼 就對方知不知道不是重點 不過我覺得這樣有點刻意 如果一定要讓對方知道的話 或是 有一個學生心情的感覺嗎 都有吧 都有 還有很多個 我 就是 得雙魚座就是比較感性 給男哥 我想 可是我想不出來 蛋糕 我好聽 喔 可是 我怎麼這樣 英文 爽 開車 騎車 蛤 開車 台南 台南怎麼講 我不會 台南 我只是想要去台南吃東西 台南 金馬 金馬 好難喔 你從頭到尾都沒有講到 大家好 我是素粉 拜託大家 欸 拜託 拜託大家 大家好 我是素粉 我是素粉 愛的記憶 愛的記憶 來電影 來電影 看你從我身來 看你從我身來 班長 你喜歡我嗎 我 可以說謊嗎 你怎麼可以丟了名譽給我 告訴你那是名譽 騙我繞地球三大圈啊 班長 我等你好久 我 想寫給我的卡片 都要用你呢 您是 你 你在我心上 如果 喜歡就是一種記得 我會永遠 永遠 記得你 你 我 欠盼 我 說了謊 說了謊 背負著思念的懲罰 我 我